中央人民政府昨天早上公布了香港特區政府第六屆主要官員的任命 國務院港澳辦中午發聲明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對新政府提出了五點期待 首要是期待新政府在全面準確貫徹一個兩制方針上有更大的作為 其餘四項期待包括期待在務實破解香港市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上有更大作為 期待在全面促進香港社會事業發展上有更大作為 期待在積極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有更大作為 期待在不斷鞏固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優勢上有更大作為 港澳辦提出的五點期待 可以分析的地方其實很多 但基於篇幅所限只能選擇首兩項期待作出分析 讓觀眾更明白中央政府的指示 中央政府之所以將全面準確貫徹一個兩制方針上有更大作為 列為首個期待 其實和本人一直以來主張 即是下屆政府在維護國安方面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的說法是不謀而合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工作範圍甚為廣泛 包括執法上、教育上 檢視香港整個社會層面的國安漏洞上 都是那一句 工作繁重影響深遠 在這個範疇上 新班子由後任的特首李家超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以及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一同負責 當然除了以上五名後任官員之外 整個政府都一定要有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維護國安的意識 不時檢視自身工作範圍裡 會否存在著可能影響國安的漏洞 中央政府提出的第二點期待 是要求特區政府破解香港市民最關心 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 正如港澳辦所說 住房、通關、貧富懸殊、青年發展等等 都是一直纏繞住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當中由於房屋問題對香港影響最大 解決了房屋問題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即時會銷利一大半 要解決貧窮等等的社會問題 其實亦相對變得更容易和更直接 下屆政府負責解決房屋土地問題的班子 主要包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倫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和發展局局長寧漢浩 何永賢本身是建築處處長 由他負責統籌興建公營房屋 說穿了就是要他在施工的層面 研究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辦法 並非出身至房屋委員會系統的他 在這方面相信可以帶入一些新思維 至於由寧漢浩出任發展局局長 安排也是順理成章 令漢浩現在是以發展局常任秘書長的身份 出任這個城市規劃委員會的主席 將來由他出任發展局局長 最重要的目標當然就是希望他 由這個規劃和發規的層面 研究怎樣加快供應土地的方法 怎樣可以加快城規會的程序 怎樣可以釋放更多的土地供應 這些都是下屆發展局的主要工作 中央政府提出的五點期望 既是要求亦是指標 中央政府清楚明白香港的問題所在 對特區政府提出合理的要求 盛夏的就是看下屆的主要官員 是否可以把握住今天難得的局面 滿足中央政府和市民的要求 好了